浮飘它就是我们钓鱼人的眼睛 那在吹钓过程中我们钓的门一门都是通过鱼飘的动作来判断鱼情的 那今天小期就先和大家聊一下浮飘的种类材质 我们比较常见的鱼飘有五种 纳米飘 芦苇飘 孔雀鱼飘 还有巴海扇木飘 还有我们的碳速飘 纳米飘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因为它稳定性强 同性度高 而且灵敏度更好 芦苇浮飘它的灵敏度也是挺高的 尤其是那种带颗芦苇 飘体坚固 耐冲击 孔雀鱼飘在所有飘飘里面灵敏度是最高的 那同理价格也是最高的 中间会分为硬壳雨和去壳孔雀飘飘哦 那巴尔山木飘飘它浮力大而且稳定性好 是钓友们野鸟的首选飘飘哦 那泰素飘飘则是一种新型的飘飘种类 它材质坚硬 耐摔抗躁 有很好的稳定性和灵敏度 你们钓鱼时都常用什么飘飘呢 记得评论区告诉我哦